原标题原珊珊与前锋相亲偷描对方九次 无意的一句话 暴露他对前锋很上心娱乐圈里的优质单身青年很多 他们大多是行业中的翘楚 但为了工作 却忽略了日间剧长的年龄久而久之 事业虽然越来越好但年龄更大的同时 也让父母更多的操心起他们的感情状况 譬如在我家那小子里一直被妈妈念到的前锋 又或者是最新综艺 我家那闺女中的马甲前女王袁珊珊虽然是明星 但在爱情面前也是不分高低贵贱的 由于早在我家那闺女的招商会上 袁珊珊的妈妈就透露过对前锋的好感 因此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 节目组也通过袁珊珊和前锋共同的好友于浩铭 特意安排了两人来了一场直播式的相亲 虽然是相亲 但袁珊珊对此并不知情 虽然袁妈妈公开表示过 喜欢前锋 但袁珊珊在看到前锋的时候 若惊异展现出来的害羞神态 还是能看出他略有些紧张为此 袁珊珊还埋怨好友于浩铭 为什么不早跟他说前锋在这搞呢 他都没洗头就出了门 同时袁珊珊在说话的同时 还一直反复用手摆弄有点糟糕的发型 拨有些羞涩的感觉 虽然只是综艺节目 而且袁珊珊和前锋两人心中 也明白有无数摄像机对着着他们 特别是袁珊珊的爸爸也在棚内观看 但尽管这样 袁珊珊和前锋的相亲约会 还是近日的十分顺利点菜 喝酒吃饭聊天聊的聊经历 两人和谐的场面 甚至一度让小编觉得 这只是一场完美的show 但一个女人身上细微的小神态 也是瞒不过外人的小编就发现 在于浩鸣在场 并且三人同时聊天的情况下 袁珊珊居然被镜头记录到九次偷瞄过前锋 比如两人在刚坐下的时候 袁珊珊就对前锋开始仔细地打量 可在前锋回过头看她的时候 她却下意识着闪两人眼神的对撞 在偷瞄前锋的这些过程中 有些时间一闪而过 也有些时间是在前锋低头或转头的一瞬间 对她仔细端强 甚至有时候 袁珊珊看着看着眼神 还会不自觉地放大瞳孔的微缩 也能看出她内心的小紧张 虽然袁珊珊已经31岁了 但归根结底内心 还是一个小女生在有好感的男生面前 自然是无法控制的 加上高清镜头的加持 所以就很明显的能看出袁珊珊表情上的一些细节了 也许没有镜头表现的这么夸张 但绝对不假 而且从节目中的一些片段 也能看出袁珊珊对前锋真的挺有好感的 就像于浩明当时开玩笑说 只有袁珊珊爸妈会看前锋的主持节目时 袁珊珊下意识就否认说了 没有 但或许是为了避免暴露太多袁珊珊 又磕磕绊地加了一句我妈很喜欢你 虽然袁珊珊这句话没有什么问题 但她在节目中一句我知道 因为搬到厦门去了 意外暴露了 她对前锋真的很上心 原来在早已经播完的我家那小子中 前锋曾在节目中被曝光因为一个暗恋的女孩子 随后选择从北京搬到了厦门 当时这件事还引起了嘉宾轰动 所以当袁珊珊能准确说出 这个原因后也是让观察员李卫嘉和欣然露出了十分八卦的表情 当然 关于两人这次约会的具体后续节目 还需要等到下一期才会放出来 但从以上袁珊珊对前锋的种种细节来看 显然她对前锋还是相当满意的 加上 两人又是优质单身青年 如果真能好好发展下去 不仅是许多观众乐意看到的 这也是袁珊珊妈一直以来的心愿啊